你回去帮我告诉林海 请他远离我侄女 请你管好你自己的老公 你还不是陈芳英告诉我 我还真的就一直被梦桑鼓里了 你怎么办 我不想见她 以后不要再跟那个林海来往 你就当没我这个女儿好了 你凭什么剥夺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权务 我到底哪儿错了 你们为什么会那么自私 我恨你们 大老 大老 你怎么问我 你居然跟别人说我是你家保姆 你说这边让你去我们家住 你都试试 只要有你在 我这辈子永远不要想得到她的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分手吧 就是因为她跟我分的时候 我在走这都是没用 明天呢 带你出去吧 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吗 一起 我的感情凭什么你们来管啊 照顾好你自己吧 你为什么要错和我女儿跟你同学在一起 你们的教育是你拿宝贝女儿才对 爱情根本就不可靠 你离开城市 不要再跟她有任何纠缠 才行害得我们家不够乱话 你跟她在一起没有任何好处的吧 你给我滚 凤英 好久不见了 你说这多长时间都没你消息了 怎么 今天想见我这儿老同学了 我们读书那会儿 也算是最好的朋友吧 本来有些事情 我是不想跟你说的 我也是被你的老公给逼急了 凤英 凌海他哪儿惹到你了 难道你一个做老婆的 连自己的老公在外面干了些什么 你都不清楚吗 不是 这到底什么事儿 凤英 你快说啊 凤英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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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和朋友去逛街 路过这儿 顺便我就过来看看你啊 行了 看了就早点走吧 我这正忙着呢 这幅画挺不错的 哪弄来的 那是我一学生画 行了行了 早点回去吧 陈瑞 这个孩子 看起来还是挺有天分的 好吧 那我就先回去了 你忙吧 喂 有个叫陈瑞的 他在宁海那儿帮过画展 我要他的家庭住址 您好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还是关机 哥 我不是让你看好他吗 你怎么还是让他给跑出去了 他说学校打电话来有事情 那我想这学校的事情能耽误吗 我就让他走了 你是猪啊你 他明显是在骗你的 那那 那那 算了算了 你看这瑞瑞 他也不是小孩了 人家是成年人 你们真打算把他灌在家里灌一辈子啊 再说了 这脚在大人上 真要走我拦得住吗 这女孩子就得管啊 这难不成 你让他跟那个男人在一起啊 这说不定那个男人 他有家似的 嫂子 你别说了 你说得我心里甚得黄 卫红 咱们都是成年人 什么样的因素 咱们都要考虑进去的 不行不行 我不能让他住校 我去学校找他 我给你带回去吧 卫红 请我自己去 你的路上小心点啊 你跑哪儿去了 你不是说学校有事情吗 我已经问过了 根本就没什么事 你烦不烦哪 什么烦不烦 赶紧上去收拾东西 跟我搬回家里去住 搬回去 当初可是你让我搬回学校来住的 我才不回去 今天必须搬 不管用什么方法 我都要阻止你 再跟那个男人来往 你够了吧 你之前把我锁在家里啊 我就是这么想的 你 你什么你 赶紧上去收拾东西 还堵着个嘴 你以为妈是故意来找权啊 你也不想想看 你都做了些什么事 你说要让妈凑多我心 你才安心呢 她能给我想要的 有什么不好 她给你什么想要的了 不就是想办画展吗 妈可以给你钱 你拿去办啊 陈瑞我警告你 那个男人绝对不许再联系 这明摆着他是占你便宜啊 都多大把年纪了 我跟他是正常谈恋爱 你还有吗没有啊 我有 提这么多东西啊 来来来来 我帮你听 不用了不用了 没事我闲着也是闲着 怎么 女儿回来了 这女孩子啊就是练家 好事啊这是 练什么家呀 我才不想搬回来呢 你怎么说话呢你 对了我好 你看我那孙子啊 现在这个补习班 比起你那儿差太远了 我就琢磨着 对了你那儿情况怎么样啊 如果你要办你给我来个电话 我立马把我孙子给你送过来 我那儿办不了了 你看我在你家阳台上种那些菜 怎么样了现在 那些菜需要定期打理的 如果不定期打理死了 多可惜啊 要不这样 我就定期过来给你打理一下 好吧 不用了这样太麻烦了 有什么麻烦 闲着也不是闲着 就这么定了 喜欢我妈就直说 别在这儿拐弯抹角的想着接近 听着都不有心 你瞎说什么呀你 本来就是嘛 这么大把年纪了也不害臊 死缠烂的 你还没完没了了是吧 不 这 这这小孩说话口没正烂的 你别介意啊 没事没事 我走吧 来来来我来看一个 我行我行 我真有识认 你让他 不行 反正你今天就是不能走出这个家门 睡一睡 你怎么那么固执呢 瑞瑞 有什么事情好好跟你妈说 怎么又吵起来了 我是真有事啊 不信你打电话问我学校啊 我也不知道是谁固执 你要想要把我锁在家里 干脆给我搬去学算了 瑞瑞 瑞瑞 我是啊 你谁啊 我是谁 你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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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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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现在知不知道我是谁 我告诉你我是厉害的老婆 如果我是陈凤英告诉我 我还真的就一直被梦想鼓励了 你就是陈凤英 你不是我叫的 你叫我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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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胖 你叫我脚 陈凤英 你叫我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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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闹什么呢 我看你这肥药 能不能赌注你们的嘴 如果钱不够 我哪儿还有 好 是杀你们厉害 我告诉你们啊 管好临家的小狐狸情 你叫我们人 我没话 滚 滚 滚 温虹 喝点水吧 就不要难够了 要是那个陈冬英在哪什么人 非宰了他不可 你比您这时候火生桥有了行情啊 怎么了 怎么了 你还好意思问哪 都是你们家陈冬英搞出来的 先是找了个老男人 接着给咱们家瑞瑞 后又跑到那个男人的老婆那去告密 他今天居然把人家的老婆 都引到家里来闹了他 太卑鄙了吧 哥 瑞呢 在屋里呢 天神 你怎么会死的 谁又是死的 你怎么会死的 你怎么会死的 你为什么会被他见死的 你还来烦我们了 你还是走吧 免得让卫红心烦 这是我们家事 你别说话 妈 妈 我知道错了 我发誓 我再也不跟他来往了 妈 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不要哭了好不好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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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行啊 爸爸 你是不是讨厌妈妈 爸爸不讨厌妈妈 那你那天为什么还要打妈妈 妈妈在家里哭了一整天 而且你还没有带我去游乐人玩 爸爸没有打妈妈 那天呢是不小心撞着她 我给你道歉 对不起 等爸爸有时间呢 一定带你去老院 好 对了 妈妈呢有事 这段时间呢你和爸爸住 不许出来啊 不许出来啊 大致 大致东东在吗 在里面做作业呢 你把东东接过来 怎么也不跟我说一声啊 你让那个男人的老婆去找卫红 不是也没跟我说一声 什么 他跑去找卫红了 什么 真是你带的 不是 我也是担心瑞瑞 所以我让她把她 行了 别撞了 我已经把你看穿了 你怎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信不信不重要 冬冬你会住我这儿 请你回去 什么 你居然赶我回去 是 我不想再见到你 我也不希望你再伤害我的家人 你的家人 难道在你的心里 我一直只是一个外人而已 我当初为了你 为了儿子 我卖掉房子 辞去教务主任的职位 宁可跑到城里来 就是为了跟你 跟儿子生活在一起 我坏了那么多心思 放弃了那么多 偷偷来 在你的心里 我还是一个外人 你一句让我回去就行了吗 你做的这一切 都是你自己决定的 我从来没逼过你 你就这么不待见我 你就从来不为我的付出 所感动吗 我只知道我现在不想再见到你 我觉得冬冬跟着你在一块 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 所以请你以后不要来 还有 请你离可离开 不然我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我不 我不能离开冬冬 我不可让冬冬再见到你 我要跟冬冬在一起 你放开我离开冬冬 你放开我 去看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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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嫂子 我出去一下 来来来 卫红 你来来来 我丰致那临 什么事啊 我跟你说啊 我今天买菜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的 这你也知道 我们这儿离菜市场啊 还有一段距离 是吧 对 而周围那些住户呢 他们都图什么事 就在下面那个小超市买菜 你也知道 那超市的菜 一点都不新鲜 所以呢 我想搞一个绿色有机蔬菜 送货上门的服务 我想这生意一定会很好 行了吧 你就那一分钟热情 你能有那经济头脑 你懂什么呀你懂 不是 我倒是觉得 嫂子说这个挺好的 不过如果真的打算要做的话 得要先做一个市场调查 看看这周围居民 到底有多大的需求度 我也是那么想的 你说现在补习班也停了 说我和你哥 什么忙也帮不上你 在家就不能白吃白住你 你说是吧 所以呢 我就想找点事情来做 是啊 嫂子 如果你真打算要做的话 我一定会支持你的 嫂子 我有事得要先出去了 你们上去 你们在下吃饭了 我不吃了不用等我 我走了啊 好好慢点啊 你妹妹今天她怎么了 我跟她说的事情 她就心不在焉的 这急急忙忙的出去见谁啊 哎呀我说你这个人 人家就出趟门 你一神一鬼干什么 过来帮我做饭 我才不要呢 我都累了我乖 你自己坐 她说这样 我打开吗 没有人在哪里 尽管 怕尽管 你看 你不要 你这一人 你看 你 小张 你怎么也来了 我跟着过来的 小张 我有事要跟你说 凤央 你这么急急忙忙找我 你该不会是又想告诉我 我老公还有别的女人吧 你不会真的认为 他是在好心提醒你吧 那他有没有告诉你 我女儿跟你老公认识 是他在中间牵线搭桥 你说什么 凤央 他说他是不是真的 他在中间充满好人 其实就是为了给自己出气 我今天找你来 就是想跟你说 不管用什么办法 我都不会让我女儿 再去找你老公 还有你陈凤央 趁你今天也在 我也告诉你 我一忍再忍 不要把我逼急了 否则我真的什么都做得出来 我替自己出什么气 我根本就不知道她们会发展成这样 陈凤央 咱们俩好歹有同学一场吧 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在好心提醒我呢 我没想到 原来她们俩在一起 都是因为你 我都说了 我不知道会发展成这样 真是得怪林海 她见不得女人一样 还有 你怎么不看好自己的老公啊 你大会陪我到你朋友那买一下护肤品 真是你一点责任都没有了 那个 我有点事你先回去啊 你 你 这当然跟我没关系了 我都被她们给害惨了 我如果有心跟她们介绍 我站在这儿跟你们说这么多干吗 你一个不管好自己的老公 一个不管好自己的老公 我现在全都怪在我的身上 我到底哪儿错了 贵远 你怎么干什么 你跟她们在一起干什么呀 陈凤 你来得正好 你告诉她们 你跟林海在一起 是不是我逼的 够了别说了 总之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 我女儿以后不会再去找你老公 还有你 陈凤云 以后不要在我们中间耍什么花招 追远 我们早 追到这儿 陈凤云 我们的同学勤奋 我看 就到这儿 到这儿 我看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留意儿童节 我想陪冬冬一起过节 我想你忘了我之前跟你说过的话 我不肯让你和冬冬见面 你可以走了 不 我不走 我是孩子的妈妈 凭什么不让我跟他一起过节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只是想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你凭什么剥夺我跟孩子在一起的权利 我这是为了孩子好 来 到这儿了 妈 来 到这儿了 妈 来 到这儿了 妈 大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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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们为什么都那么自私 为什么都自顾自的 心里压根就没有我这个女儿是吗 你一个嫌我给他丢脸 一个只顾着谈情说爱 我恨你们 来 家长 家长 喂 卫黄 是我 李元龙 李大哥 你怎么了 听你的声音好像不太对劲 卫黄 我确实找不到人帮忙了 要不这样 你能不能 来一趟医院 医院 啊 好 我马上就过来 李大哥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两位红 不是 你先坐下来 坐下 都是我二儿媳妇 我二儿子出差 我那儿媳妇啊 她就在家里 给我耍横 拿东西 砸了我的头 我真不知道伤被造了什么令 盼上这么个男儿媳妇啊 你看 我现在身上一分钱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记得你一个人的电话号码 所以 厚着脸皮 给你打电话 我 真不好意思 就没事了 妈 嗯 你没有人家出来的事吧 麻烦把治疗费交一下 那好好 麻烦你把治疗费帮我先交一下 这 麻烦你把治疗费帮我先交一下 等我儿子回来以后 我把钱一瓶给你还上 行行行 没问题 我去交啊 那我先去交费 行啊 你坐着先消息吧 来 来 来 妈 今天真的谢谢你 没有你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儿媳妇怎么这样啊 你儿子都不管了吗 在我们女家呀 男人都有个缺点 那就是儿根子 我们家 就是儿媳妇说了算 我那儿子 拿的根本就没有办法 我那儿媳妇现在看我呀 就觉得我是一类罪 没赏过眼色看 行了 你也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了 自己先好好休息 等会儿我去问问医生看 有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啊 我这个比赛 这边跟著上 我一下就知道是 你的严导 我可以 好 我 对 我的 我 你 也 冬冬 下车回家了 爸爸 我不舒服 怎么了 冬冬 你哪儿不舒服 冬冬 冬冬 你把针打了 病就好了 天罗 我扶 我扶 我要找妈妈 你妈妈回老家去了 来来来 我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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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 你怎么在这儿 孩子怎么了 发烧了 让他打仗他不打 他妈呢 我让他会跳去了 你这样拽孩子哪儿心啊 冬冬 怎么了 这么大啊 还怕打点滴啊 我告诉你啊 如果生病了不打点滴的话 你就只能一直在医院 不能回家也不能去上学 难道你想一直住在这个医院呢 我不想一直住在这里 那就对了呀 只要你把这个点滴打完了以后啊 很快病就会好 这样吧 你平时喜欢看什么动画片 让你爸爸 在手机上给你播放一个 然后一边看动画片一边打点滴 手啊就不会疼了 好不好 好 冬冬 你看平时我都不让你看电视 但这次呢我例外 让你看动画片 好吗 那好吧 来 用感觉啊 这以前呢 瑞瑞生病都是你想办法 今天要不是遇到你 我还是没办 如果没别的事情 我先走了 要是医院在干什么 我看完一个朋友 那个瑞瑞啊 到我那儿去了 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就跑了 那个我看她情绪不大对 你知不知道什么回事啊 是这样的 前几天 我去找了林海的老婆 刚好被瑞瑞撞结 我本来是打算找她谈一谈 赶紧把这件事情解决好 可是瑞瑞却误会成为 是我去告密 非要逼着她跟林海分开 哎呀你说说这孩子真的是 现在人也找不到 给她打电话也不接 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 你说这瑞瑞啊 自从咱们离婚到现在 这变化多大呀 要是当初没离婚 她也不至于这样 那你的意思是怪我了 不不不不 是我的问题 我就是在想啊 你说你能不能 就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现在说这些 还有什么意义啊 瑞瑞她已经是大人了 让她冷静冷静 没什么不好的 谢谢啊 好了没事了 你赶紧起来吧 我送你回去 怎么走啊 我不回去 她毛打成这样 不管不问 我还会去收她的钱 那总不能待在医院吧 我去公园 那怎么行啊 你赶紧起来吧 走了 她为什么呢 她就是想把我赶出这个家 我收够了 我不想再回去收她的钱 打不了啊 我就当没这样子 以后我不能做这个事情 我绝对不会去图好 要不然这样吧 我家里还有一个房间空着 我家里还有一个房间空着 要不然你暂时去住几天 等你儿子回来再说 卫浩 你说真的让你去我们家住 难道我真的要你去睡公园啊 行行行 好 行行行 这个好什么好 什么好 什么好 啊 你看她这样子 你怎么来了啊 你别管我怎么来了 我告诉你 不能让她住进去啊 你怎么说话呢啊 你什么时候专闭来的 你看看 你看这副得伤的样子 你可千万别上闹了 我得伤什么呀 我说你今天 你什么样的身份战者 就说话呢 人家热情地邀请我爸爸家 说我得救我得伤什么呀 你烂我了啊 女后 行了你管疯你自己啊 不是 你说你带这么一个人回去住 你觉得合适吗 啊 我告诉你你这是要后悔的 哎你说什么呀你啊 什么叫后悔后悔什么呀 啊 我跟你说 我到奔弘家去 我可以打理她阳台上的货 是吧 啊 我可以帮她洗衣 你行吗 啊 我可以帮她做饭 你行吗 啊 我可以帮她料理家 我什么都做了 我全包了 你行吗 行 你俩就没离婚的时候 你什么都不做 你在家你就一刷有大眼 你把胃口分担一下 啊 行 还在外面大爷超傻子 行 你说什么呢 啊 哦 装受伤 装可怜 不胃皇同情 你多试试 你 你干什么呀 怎么你很能打是不是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你还打呀你 我先打我呀 啊 我把你手拿开 你干什么呢 我不是故意 你把把把把你手拿开 没错 行了 你们俩人家前多少岁了 行了行了 赶紧走了 啊 不是 我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 你这是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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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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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马上就做好了啊 好香 他怎么炖的鸡汤嘛 香 是这样的 李大哥 要在我们家暂时住几天 什么 道德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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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啊 我在的时候 什么事都不要说 全交给我 我什么事都会说 到底怎么回事啊 哎呀 你不知道 我儿子啊 这段事情出差 我那儿媳妇 他 他就把我打成这样子 我这个家都是不回来的 我本来打算的 去睡马路 但是 魏虹他心想好 他就把我接家里面来了 我说李元龙 你要不要那么惨啊 你就是落点家庭矛盾 也不至于去睡马路吧 无家可归 外面没有旅馆 住旅馆啊 没钱 那你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呀 下女人 你的意思就是说 要在我们家白吃白住 那么长时间哪 什么叫白吃白住啊 我跟你说 我在这几天 等我算了 等我儿子回来 把钱给你 可是 嫂子 我已经答应李大哥了 反正我们家 不是还有一个房间空着吗 就让他暂时住几天吧 哥 你一会儿帮他收拾一下 谢谢啊 行行行行 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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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那我去洗手吧 这可是你说的 家务活你全包了 我说的我说的你放心 魏虹 房间在那边吧 什么什么 等我坐好 等我坐好 好 好不好 这一会儿 科好 你是怎么答应你和他 从此以后不和他联系 你放开陈润 你放开陈润 你走啊 快走啊你 陈润 陈润 你怎么就变成这样 你妈做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你倒好 为了跟他赌气 你就作诫你自己 你到底怎么长脑子 我没长脑子 你们不是各自追求幸福去了吗 还管我干嘛呀 还管我干嘛呀 我现在左右不是 我就是夹在你们中间的累赘 你还管我那么多干什么呀 嘀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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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我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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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你没事了豆豆 豆豆 豆豆我还不够啊 豆豆我还不够 豆豆你没事了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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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豆你先接我啊 豆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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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水起油我加水起油 豆豆 爸我先去脚费啊 爸我先去脚费啊 豆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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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 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之前藏在你家的那位 是孩子的妈妈吧 你赶快通知她呀 那个 那个是我亲爱保姆 通知了没用 可不就是这么 喂 卫虹 你能不能来趟医院 你不是大自家带孩子的阿姨吗 我还一直以为你是孩子的妈妈呢 阿姨 您听谁说的 大自啊 今天你可以回去了 孩子进医院呢 医院 出什么事了 好像是车祸 我刚刚看见陈大自 车祸 等等 等等 你的睡衣孔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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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你怎么了 等等 等等你快醒醒了 等等 东东出车祸 你为什么不通知我 他怎么在这儿 要不是我碰到你们邻居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东东进了医院 陈丰烟 你也别太担心了 陈大致 我说够了 我做了那么多 你居然跟别人说我是你家保姆 我甚至连一个保姆都侮辱 我甚至连一个保姆都侮辱 我沉默了那么多年 我问你要过什么吗 我跟你闹过什么吗 小棠说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错 我真不同意 事情会发生成这个样子吗 你凭什么到头来 全都怪在我的头上 你让我这么沉默我 陈婚姻 你冷静点 孩子现在都这样了 以后这些没用 孩子成这样 是谁的错误 是他 是因为他对吧 别在这儿胡来说 今天我跟爸在说事 都能自己从这儿跑下来的 你们这家人真是和睦啊 都这样护着地方对吧 陈大迟 我算是看出来了 在你的心里 我跟儿子什么都不是 你们走啊 你们走啊 你们让人去过 你们的媳妇生活去 不要疯狂 你也别太激动了 医生说了 孩子的情况 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糕 你装什么好人呢 我儿子成这样 你心里特别高兴对吧 因为在陈大志的心里 永远都只有他的宝贝女儿 我真搞不懂 你到底哪一点比我好 我原本以为你们离婚以后 他会因为儿子接受我 可你知道 他对我说什么吗 他对我说 在他的心里 只有你 我 如果 如果有你 只要有你在 我这辈子永远不要想得到他的心 陈凤英你别这样 走 这么多年了 我忍受了这么多年了 你们根本没有办法体会到我的感受 我一定会有到日子做点什么 我要给他一个完成的奖 方言 我冷静 你把他放下 陈大志 你喜欢踏实了 好 只要有他在 你永远都不可能接受我是吧 我今天就拆了这堵枪 爸 爸 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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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傻呢 我不想再让你受到任何的伤害 这孩子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你怎么肯说话 东东 没说句话 他的身体没什么关系 估计他不会说话的原因 是看见了他妈妈伤人的举动 你心里就没有放下过陈大志 你和女孩在一块 是不是为了跟你妈多亲啊 你是不是觉得 我就是那种女玩玩就过了你 为何 你一定要善待自己 在他生命当中 你是最重要的 妈 对不起 我也好 我感求你 能不能好好对待我儿子 他应该还不知道 东东不会开口讲话了吧 我打算 下个月出国了 不管你们能不能复婚 我都希望 你们能跟着自己的内心走 妈 我会是不见了 我生命是不见了 不见了 你还没见了 那一段时间 推荐 做优优独播 做优独播 做优独播